是莫德的事情这么简单 然后呢我找东西一盒 我说那现在这样你们想怎么样 他说这个单元现在已经不能住人了 inhabitable 我们需要住到hotel里边去 我一听我就火了 因为对于好的租客呢 我是会自己offer你很多东西的 因为我觉得不争不强 我反而愿意给你 这种又争又强 而且是没有道理的地方 我就坚决不同意 当然如果法律规定 inhabitable 你去住那可以 但是mode变成这种程度 绝对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你为什么在发现第一个sign the first sign for mode的时候 没有跟我说 而且任由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 他就不说话了 搬到hotel中的是不可能的 我说你们 今天不是你们第一天发现这个mode 你们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了 那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的时候 你没有提出这个事情 让我第一时间来解决呢 造成我的房子更大的damage 然后他太太开始突然情绪 变得很激动 先生是应该上班的 因为先生住到我的房子里之后 很快找了一个tomelins的工作 我说你今天没有上班吗 然后呢 我说你腿怎么了 我看他走路一拳一拐 他说我工伤了 我家里养伤了 我一听我的找是怎么回事了 怎么回事 因为之前住进来的时候呢 有工作 然后呢 收入也还ok 现在呢 他再一直不上班 收入没了 本来疫情期间 这个居家 就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加上这个 生病了 脚步崴了 或者窝袋 就在家里 所以肯定他们这些摩擦很大 所以他们都是想要搬走的 但是呢 合同没有到期 他们又不好意思呢 直接说搬走 于是就开始这个找刺了 然后我说这样 我说呢 你们告诉我的时间呢 太短了 我说我来不及呢 去拿上处理 说你今天搬到hotel里呢 是不现实的 因为你没有及时地告诉我 这个事情 造成了我的房子 这个future的这个damage 其次呢 你们在这个房子里 已经知道木的情况下 住了好几个月了 在中央前不是不可能的 其次呢 我offer的help 是你refill做的 我说呢 I know there's a reason behind it 我说你想什么时候搬 然后他们就笑了 就说我们想什么什么时候搬 我说这样 你至少要给我30点lotus的 我说呢 我允许你这个7月末走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找好房子 那我给你们时间 你们先去找吧 找到之后呢 你告诉我就可以了 尽量最好呢 在月末的时候告诉我 你这样的话呢 就不影响我下个月 开始起维修出租的事情 祝你尽快 他们就很开心 把7月份的房租给完之后 7月15号告诉我说 我们找到了 正后来呢 有一点不不快 因为我已经没有 要他们提前给我notice 叫他搬走了 现在呢 7月1号还想不交房租 不可能的 我说你不交房租的话 那notice马上给你 而且会损坏你的credit的 把房租毁了我了 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要跟我要赔偿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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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呢 我很忙 这个事情交给我paralegal了 paralegal就说 你不是要赔偿他们 因为是他们没有及时的 跟房东汇报房子的情况 所以让你这个漏水的mode呢 变得更 worse了 其实他们的情况 你可以到small clean court 去速度他们的 于是呢 我就跟他们说了这些事情 他们肯定很不高兴 他们搬家也没有告诉我 他其实15号16号的时候 已经搬走了 我说这样 你们到20几号的时候呢 我收钥匙 我说你记得给我放回来 怎么样 要不一定行 但是没关系 有些时候不一定会比较开心 要是5块钱 10块钱 现在地下室开始在维修 我回头呢 会跟大家进一步更新 出现mode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呢 大家以后在装置地下室啊 或者在把地下室 变成第二个单元的时候呢 可以多多注意一些 那就继续关注我的视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